2月28日,来自伊朗、苏里兰、日本等11个国家的驻华使节 走进西安老钢厂设计创意产业园、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考察西安国际港务区、参加大唐迎宾礼等 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品读古都西安历史人文 此次西安年大使行活动为期4天 大使们将陆续前往西安市高新区、兵马俑、大唐不业城等地 通过对西安历史文化、美食及传统民俗的参观和体验 将具有标志性地方位和科技风的西安年传播给世界各国 进一步扩大西安的国际影响力 当日,使节代表团参观了西安老钢厂设计创意产业园 亲身感受废弃老工业厂房是如何在文化与创意的巧妙引领下涅槃重生 随后,代表团前往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 感受中国唐代宫殿的宏伟与文化盛世 记者现场看到,使节代表对所参观的内容表达出了浓厚的兴趣 每到一处都会合影留念 不时向身边的人咨询和了解详细情况 同时,西安也正以开放的姿态 向使节代表团展现着自信和文化包容 西安可能对很多日本国民来讲还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方 但是呢,在这次的访问当中,参观当中 我还是重新地感觉到西安现在呢,还是一个,怎么讲呢 还是也有新的,也有很开放的一个局面 一腾之人告诉记者 中日是友好邻邦,友好交往历史悠久 日本在中国唐代时期学习吸收了很多宝贵经验 他希望更多的日本人走进中国,走进西安,了解中国文化 使节代表团还考察了西安国际港务区 了解和倾听中欧班列长安号的运营情况 感受西安发展速度 这边是一个很发达一个国家 还有一个很有历史一个城市 那树里南也很有兴趣呢 跟西安市这边呢,进一步一个发展 做友好的城市 就看看有没有机会 很多很多地方的都可以合作 好